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到变暖美国人就要出去就要旅行就要花费 那然后呢到了六月份可能七月份到了暑假的时候 多数的美国人都应该是已经完成这个疫苗的施打了 所以呢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是有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判断 他们甚至预判美国的经济成长会达到9.3% 这是非常非常飞速的一个增长和恢复啊 那当然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数据和指数是来判定 就是这个经济是否已经处在一个恢复期啊 那和同期相比就在疫情之前到现在美国的这个酒店的这个 入住率已经达到会超过了59% 所以呢这个是已经非常的一个大的变化 那另外的话股票市场也有非常正面的消息 特别S&P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指数 已经超过了4000点历史性的一个高点 然后呢每天这个民众开车出去的这种叫做day trip 已经是大大的增长 已经达到了这个疫情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然后呢在三月份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 也是达到了这个历史性的一个新高啊 然后呢在这个新的一轮的这个经济纾困 经济纾困经发放以后呢 每个美国的这个家庭每月到每月的这个支出啊 就增长了30.5%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因为大家可能有纾困经有额外的一些 一些这些福利以后啊 家庭的这个这个支出也相应的就增增加了啊 那关于这个政治的这个部分 那总统拜登已经正式向这个教育部长 已经开始咨询就是说 他是否从法律上从这个各个方面 他能够用行政命令的这种形式来取消 这个现在的这个学生贷款啊 那Chuck Schumer就表明了 就说啊 You don't need Congress All you need is flick of a pen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动动笔 签一个你的Joe Biden的名字就可以了 行政命令完全完全可以解决啊 那但是呢教育部长呢 会在得到Joe Biden的这个咨询以后 会正式的在接下来时间会回复 Joe Biden总统看是否给他很多足够的意见 是否他能够去取消这些学生贷款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学生贷款 对于美国的这些学生家庭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负担的 那有超过了4400万的这个美国人 现在是背负这个学生贷款的 那这个贷款总共超过了2万亿 2万亿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码啊 那在这个当中有33%的这个借款人 就是贷款人他们现在这个这个贷款的余额 是已经低于1万块以下了 那贷款人当中的80%人 他们的这个贷款的余额还剩不超过5万美元 所以呢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 一直希望旧拜登总统能够一次性就取消这个5万元 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数字 这样的话就可以涵盖多数的这个现在在美国 就是在呃贷款上学的学生呃 或者毕业的人给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利啊 旧拜登旧拜登总统提出的这个超过了2万亿的 这个第一部分的这个呃这个叫做基础建设的这个纾困法案的话 呃马上就得到了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极力的这个反对啊 首先Mitch McConnell他也讲了 我认识旧拜登很多年了 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 但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根本不太可能和他站在一边的 也就是说他现在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这个呃 替补席项 他就不想参与这件事 那当当一个领袖不参与的话 他的民主共和党的这个参议院 自然也会很多的是不会去呃呃 来参与到这个谈判当中啊 那共和党的这个呃呃 party committee 他们也写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叫做备忘录 来抨击来抵制呃 旧拜登总统提出的这个经济纾困 还有这个叫做基础建设 那这个当中呢呃 首先他们提到几点 我们把它拿出来 就是说呃 共和党人提出了 我们刚刚又通过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经济纾困 我们首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要来去支付 这个部分的这个呃 这个纾困金带来的呃 增加的花费 那我们要么就是要缩减这个预算 缩减我们的花费 要么我们势必带来就是要增税 那这样的增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势必又让美国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是负债 另外的话很多的工作机会就会因为这样而失去啊 那如果你是民主党在看街信息的话 你会很难受 但是这就是共和党人给出的 他们的这个呃 他们的一些说法啊 另外的话 周拜登总统想要对这个公司大企业要按他们现在 百分之二十一的税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 那在这个这个正式的这个呃 memo当中啊 共和党人就提出来这样一个增税到百分之二十八 甚至比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在的百分之二十五 还有高 然后呢 在欧洲平均下来所有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这个税率 公司税率是在百分之十九点九九啊 那中国居然还比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有 呃更合理更低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税率 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是共和党人的这个回复啊 另外的话 那共和党人也说了民主党人是非常非常自私的 他们想要把一些这种叫做tax deduction 就是一些减税的一些项目重新拿回到来帮助 就是叫做民主党所谓民主党在的州 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民主党要对这个减税的项目进行修改 或者拿回一些原来已经被取消掉减税项目 那最多可能被受益的就是在加州和纽约州的人 因为会有一些东西 一些新的一些减税的项目会重新回来来 呃来为这这两个州 可能是纳税人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福利 所以呢 共和党人认为在这个部分 呃你是在帮助你自己的这个州 特别像是民主党的加州和纽约州 那纽约州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税率 呃呃最高的一个税率是到八点八二啊 那加州最高的一个税率是到百分之十二点三啊 所以呢这些就是这个 共和党人提出来对于总统 就拜等的这个呃叫做基础 基础建设的这个法案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抨击啊 那接下来势必他们还会做更多的一些动作 那另外的话 中国的这个GDP在各种的这个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的GDP将在这个 十年内 十年内的时间就要超过美国了 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也就不断的在给大家呃表明 实际上呢因为中国的人口较多 虽然他的总GDP中国将会超过美国 但是呢从人均上人口上来平均下来的话 那平均站平均的这个GDP 其实还是离美国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五十年内 美国在这个经济上还有人均这个GDP上面 还是会处于一个领先和一个优势的一个一个一个地位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看这个疫苗和这个疫情方面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因为疫苗的施打 大多数人都要打了打了疫苗以后 也许我们慢慢的就要开始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去到呃室内体育馆啊 或者是健身房 或者我们要去开车去别处 或者甚至坐飞机到别的城市 甚至别的国家 那这个vaccine passport就是可能是电子疫苗的这种证明 或者是你的健康码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 那呃接下来可能大家要开始看啊 到底你是有没有健健康码 你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履行 所以呢这些就是大家可能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各个州也有各个州的这个研判了 所以呢呃非常多的州 他们可能特别像是共和党的州 他们在这个部分可能不会听从CDC的这个 这个指令 首先像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已经签署了这个禁令 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这个健康码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啊 来来听从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夏威夷呢 他们因为是一个非常依靠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城 呃一个州啊 所以呢他们的副州长也在考虑要尽快的 可能在四月份就要开始实施健康码的这个实行 如果你没有健康码或者说你假造健康码 你要会有可能被罚五千美金 甚至你要被呃关到监狱 你要入狱一年的这个时间啊 所以呢非常非常麻烦 美国要统一的来以CDC或者以美国政府来来要求一件事情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那CDC今天也重新的就是更改了他们对于旅行的一个一个guidance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两针的这个疫苗以后呢 那你就可以应该是可以就是呃旅行坐飞机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他们也因此他们就做了这样的更改 所以呢很多的人可能因此这样 他们可以觉得啊比较比较舒服 可以去坐飞机啊 而且呢如果你现在想要订机票 你或者是订将来机票可能你越早订越好 因为因为这个呃这个假期 还有这个天气暑假的这个来临 包括了疫苗的这个越来越多 所以呢航空公司的这个加价和接下来这个航空公司涨价和 他们要啊卖整个飞机 而飞机的座位而不再卖一些零食 就是少的座位的话 这肯定像这个呃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票价是要增长的 所以如果你是预计你要旅行啊 或者要出行啊 还是要尽快的就是要订票 不然的话到时候又会出现 比如说呃旺季 旦季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情况就会出现啊 那这个从亚特兰大来的这个众议员 Marjorie Taylor Green 他就在礼拜四的时候就提出了两个议案啊 这个议案 其中一个议案就是说希望能够啊 要把Dr. Fauci的这个工资要降成零啊 就是让他不发工资给他了 并不是说在这个部分要把他给这个fire掉 或者把他辞掉 而是只是说就是呃提出这个议案 希望把他的工资减为零啊 所以呢从这个方面各种的政客都在用各种方法来表达他的声音 或者表达他对某件事情的这个不满啊 所以呢啊 另外的话最后有一个消息就是拜登的呃政府 他们现在给出了一个五十万美元的一个竞赛啊 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呢就是希望大家通过集思广义 你都可以拿出你的意见 能够对这个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口罩进行一个改良 或者一些新的一些创意啊 那大家知道戴口罩啊 经常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戴眼镜 我戴口罩经常我的镜片上会有雾气 另外的话口罩好像包包裹不是很严实 而且有些口罩比较松 有些口罩也比较紧 然后呢当你戴口罩的话 你又没办法正常的吃饭 或者当你讲话的时候 经常别人会听不到你讲什么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 而就拜登政权就给出大家一个机会 希望大家在四月二十一号之前 你都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 你的好点子和你的就是 比如说你有点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设计 你都可以带到提供给这个竞赛 那最后呢啊最最后就是前四十位的这样的一个竞选者啊 将会啊去到所有的这个专家面前来展示你自己的这个啊 新的这个点子和你的产品啊 这样有可能你可以赢得五十万美元啊 这样的一个奖励甚至可以拿到一些比如说专利啊 一些订单啊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可以是自己和家庭或者自己的孩子 做的一个小的一个比如说是project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所以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些信息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大家周末愉快拜拜